大家好,我是樂宜 話說我終於找到澳門了 因為實在太開心了 今天這條影片我會帶大家去吃一些澳門人才會去吃的美食 因為食物的種類和品種都有點多 大概有60多間餐廳 如果大家都很想知道澳門有什麼好吃的話 就繼續去片看下去 首先第一間我們就來到拉麵小路 我叫了一個咖喱炭烤火牛肉絲麵定食 價錢就是93元 當時我去到是要等一等位的 因為舖位都比較小 而且去的人真的超級自多 尺寸方面 它就有普通和大份選的 我當然就是選了普通的尺寸 而尖麵方面也有冷暖麵去選擇 甚至連咖喱的辣度也很貼心地有大中小去選擇 而它這個尖麵的定食也有配到一個白飯給我們 所以也可以用白飯來拌汁吃 而它更加配備了酸奶 用來調節咖喱的濃淡 如果你是喜歡吃重口味的人 我是超級推薦你們來吃這個尖麵 因為它的牛肉真的有炭酵的味道 因為吃完之後有點口渴 所以第二站我就去了買夜飲 說起澳門的首要 就一定要推薦給大家 我以前的中學回憶 Gathering他們的一個澳門奶茶 這杯澳門奶茶的特別地方 就是它下面是用了木康布甸去做的 所以如果大家平時很喜歡吃木康布甸 我也蠻推薦大家去試的 我在這裡教大家如何喝 但我的建議是 就是喝一大奶茶之後 就攪拌均勻一點 這個味道就會是最出的 還有一個口感是最豐富的 接下來就是甜品時間 這次會帶大家來到這間 專吃朱古力的外賣蛋糕店 我就叫做一個 叫做Valentine的一個 偏酸的朱古力甜品 因為我跟店員說 我不吃黑人或果仁 他就推薦了這款給我 這款甜品它是用了66%的 黑朱古力 它本身就會有自帶的果香味 再加上一層的Raspberry醬 再配搭一款葡萄牙的果醬 所以整個蛋糕吃下去 就會有一種酸酸甜甜的感覺 而這間店也非常受歡迎 我去到的時候 有看到很多的外國人 又或者是本地地都會去那裡 買新年的一個可憐禮盒 那我現在就要來試吃 剛才買到的這個蛋糕了 這個蛋糕也挺貴的 五十幾元的 但是我們儘管試一下 究竟是否值得吃 它的酸味是剛剛很可以平衡到 朱古力的那種比較甜 柔軟的味道 所以其實剛才我第一口吃下去 都很神奇 蛋糕的高體 不只是蛋糕 我吃下去好像在吃乳酪 一塊乳酪 很軟綿綿的感覺 就不是平常吃的 那種蛋糕海綿海綿的感覺 試試一下 感覺到裡面還有一個 朱古力的餡料 在裡面 很好吃 這個是甜而不漏 因為它有酸味中和了 五十幾元我覺得真的值 總之明白為什麼 那些人會整盒整盒買來做 這個可憐禮物 因為這個蛋糕是真的 不喜歡吃甜的東西的人 都可以接受到 下一站我們就去吃一個 最近蜂魔傳澳門的一個Burger 那我就點了這個 薄燒和牛芝士寶 那但是因為它 背後沒有糖吃的關係 所以我就外賣了回家吃的 吃下去 那個包不乾 而且它也有很多醬 但是我是有一點點失望的 因為不是我的個人取向 因為它的扒是有洋蔥味 我自己不喜歡吃洋蔥味 所以我自己吃下去 就覺得還好 但是如果你是很喜歡吃洋蔥味的話 一定會很喜歡這個Burger 其實我來到香港讀書之後 最想念的澳門食物 其實就是不同的麵檔 今天這條影片 也會include幾間 首先第一間登場 就是蓮香麵家 我以前中學每次來這裡吃的時候 都一定會點他們的滋捕雞湯米 因為你在外面已經可以聞到極香 我剛才吃完那個花膠湯米 因為裡面的店舖有太多人 還有有人等位 我就沒有錄太多片 我現在就跟大家說一下 因為其實這間店舖 是我中學的時候 都挺經常性吃 大家如果經過 是一定會進去吃 因為它是超級香 我當時自己 都是給它的香味吸引進去 誰知一吃之後 就變成我中學都挺想去吃的飯湯 湯是真雞湯 不是美蒸雞湯 所以是好吃的 而且它的雞是很入味 就是完全是雞湯的那種味 在雞裡面 所以它的雞是很出色 但是唯一我覺得 有少許何色的地方 就是它的雞 大部分都是很多骨 吃下去有很多碎骨 然後又要撈骨 吃得有點狼狽 而且肉不是很多 那就是有少許何色的地方 但是其實整個麵 我是覺得很好吃的 所以我也挺經常吃得推薦給大家 下一個想推薦給大家的地方 就是我認為全澳門最好吃的 漢堡包店Burger in Control 我就點了他們的一個星空漢堡 裡面的餡料有 黑松露醬 蟹籽 漢堡扒 還有芝士 它的包是為什麼會這麼粉紅色的 是不是配合它的概念 黑松露醬味都蠻有驚訝的 是不是到了 我也是走了這個菜 套餐 即是薯條和椰蔭加起來 是 20多元 薯條是粗 新的 很好吃 薯條也很好吃 好開心 來到這條片的中段 也是時候跟大家推薦一間 澳門特色清白了 這間清白就是Moonshine 而它特別的地方 就是它藏在書架後面 整個感覺就好像 進去電影場景裡面 我們就熬了一個辣肉腸Pizza 除了辣肉腸 已經吃下去有少許辣腸之外 其他方面都跟外面吃的Pizza差不多 來得清白 當然要叫他們的咖啡 他們的調酒 我個人認為是非常特別 因為它有很多其他酒吧 沒有的味道 所以如果喜歡喝酒的你們 就不要錯過這間清白了 接下來我就要推薦一間 又便宜又好吃的茶餐廳 它就是搭桌茶餐廳 我分別叫煙肉脂蛋多 還有爆漿芝士辣月多 這兩個三文字都是非常好吃的 作為一個不喜歡吃包的人 都很喜歡吃他們的三文字 剛剛這就是我其中一間 超喜歡吃的茶餐廳搭桌 買一個外賣回來 因為呢 為什麼我會叫外賣呢 因為我化不前妝 待會又要出去 好趕時間 他們先看看外賣來吃 首先呢 就是這個 嗯 這個蛋呢 是流心的 因為這個外賣盒是蛋汁流出來 然後呢 我通常都會蘸一蘸它 因為我包不蘸 你看 拿滿的蛋液呢 再吃 真的 很美味 又便宜了28元 以前中學的時候 很喜歡買 我不喜歡吃麵包的 但這個麵包呢 是烘過的 所以我覺得都可以接受 最重要是它裡面 有芝士 流心的雞蛋 還有煙肉 是不會不好吃的 它真的有淡淡肉 煙肉呢 我已經吃了一大碗 都是重油的 嗯 超厚實 超足料 我們呢 就嘗試吃這個 爆漿辣魚芝士吧 那它就只有一半而已 Buttaway 剛才 趁著一點時間 化好了妝了 已經 滿滿的芝士和辣魚 喜歡吃辣魚包的呢 可以點這個 嗯 接下來呢 是深秀街坊 歡迎啦 也是我的外店之一的圓林 作為一個不喜歡吃豬扒的人 都會在這裡叫豬扒米 因為它的豬扒呢 不乾 亦都不搽 非常之好吃 而且我還會另外再加上 他們的咖喱雞翅 很喜歡吃的 接下來呢 就是要跟大家介紹 澳門老字號茶餐廳馬興康 首先我點的第一樣食 就是咖喱腩蛋菠蘿包 這個搭配是不是看上去很新奇 但其實吃下去呢 是意外非常之搭配的 它是咖喱牛腩 不會黏牙 再加上很柔心的蛋黃 完全吃下去是一個雙倍享受 另外呢 我也再點多了它的一個西多脆脆 跟其他茶餐廳不同的地方呢 是它的西多裡面 是有芝士在裡面的 再加上它的花生醬非常之多 味道非常之出的 所以吃下去呢 是鹹鹹甜甜的 是我認為至今吃過最好吃的西多士 沒有其中之一 所以我是強烈推薦大家來吃的 大家來的時候 就記得要避開一個吃飯時間 要不然人真的會很多 大家就會需要排隊等位置 放進來下一站 我們就要去吃芝士塔 這個品牌作為一個日本的過光龍 為什麼要來到澳門吃呢 就是因為它們推出了一款 澳門城市限定的珍珠芝士塔 它的珍珠吃下去非常可愛 很彈牙的 再搭配上奶香十足的芝士塔 整個吃下去的口感是非常豐富 如果大家很喜歡吃芝士塔 又或者珍珠的話 就真的要來試一試 看到這裡的你們一定會有福 因為接下來這一間 是我來到香港之後 最最最掛念的一間店 就是甘利他們的咖喱雞米 它的特別之處 就在於它的湯底 都是用咖喱去熬的 所以吃起來 每一口都是有香濃的咖喱味 而雞肉呢 都是唱蒲國雞的一個烹調方法 所以它的肉質是非常嫩 而且是非常入味 我覺得香港之後這麼久 最掛念最掛念的食物 就是甘利的咖喱雞米 因為好像在香港 很少吃到 這種米鮮米粉 所以就 變了很掛念 大家一定要記住加辣汁 因為加辣汁之後呢 是雙重享受 不怕說很辣的 其實我覺得 我不是說吃得辣 但是不辣的 接下來就要帶大家 去吃摘印記的 葡萄雞蛋仔 它每一粒雞蛋仔裡面 都會有葡萄餡 是非常足料 而且它雞蛋仔的分量 都非常大 兩至三個人吃就差不多了 另外它的分點 其實在澳門也有很多間 大家都可以選擇 自己比較方便的地點 現在我的人就是在 Shakshak 為什麼來到澳門也要吃Shakshak 原因就是因為 因為澳門的Shakshak 有一個獨特的甜品 就是 叫做 Queen of Tart 這個應該是一個 葡萄船糕 它的價錢也挺貴的 我叫了Single 原來是45元 一會兒我們就一起看看 它的味道是如何 好 我剛才叫的這個 Queen of Tart 就到了 我不知道不知道 中間是空心 可能是想讓我插著筋 但我不太清楚 現在先喝杯椰飲 我椰飲了 叫了5050 價錢好像跟香港差不多 28元 沒記錯的話 好 我們就要試試這個 我很期待 我看的菜單 應該還有一些小啤梨醬 在裡面 等等 我 一刻形容不到 應該要說什麼 因為口感太特別了 它是真的有蛋撻在裡面 我以為是伏特 它挺好吃 我現在是有一點震驚度 因為我覺得很好吃 很好吃 因為蛋撻 我覺得不怕太甜 但是有大味 完全兩個是很好用的 因為一般這種 創意料理 我叫它做 但很容易 蛋撻還蛋撻 雪糕還雪糕 但這個是 好好把兩樣東西 融合在一起 我一開始 我問妻子 她說中間有個洞 在這裡 有一點偷工 但是我一吃吃口 我覺得 有個洞 是對的 因為很大 一杯 是甜的 就是那塊蛋撻 我推薦大家 可以 它是倫敦人 所以 其實都很方便大家 所以 大家也可以經過 雪糕 過來吃雪糕 我跟朋友兩個人 一起叫 是剛剛好 從新衛生 摩蚵 就是 不歡迎 放蚵 konsol Cos